在迪斯尼抱走了一天 咱来一顿龙虾吃到撑的晚餐 是什么体验 花多少钱 大家好 我是老院 那这个餐厅啊 我也是超级超级推荐的 这个在两年以前啊 我们是来吃过的 所以这次呢 算是故地重游 先注意啊 它只开晚餐 中午呢 是没有的 另外呢 它也是自住 这里面啊 它的特色就是龙虾随便吃 所以啊 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看 龙虾吃到撑是一种什么感觉 花多少钱 视频正是开始之前 请订阅老院的频道 点击视频右侧小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这个里头倒是不是很大 很美式啊 漂亮吃什么 龙虾自住啊 看看怎么样 这是地道的波士顿龙虾 三只在一起 这个龙虾呢 不是很大 跟我的手掌一边大吧 二十公分这么长 它是蒸的 然后呢 你可以自己配上这些酱 它有四种酱 你可以选择 它这家店啊 我们两年前是来过的 但是现在呢 换了冬天了 店名我不知道变没变 我先来试试啊 大家看看这个龙虾怎么样 来 给它掰开啊 看看这个 肉看着还是蛮足似的啊 这个味道也不错 闻着也不错 今天主打一个实惠 所以这龙虾肉啊 咱们必须得整个的去吃 这样才能体现出来自助大口吃肉 尤其是龙虾肉 怎么样 这龙虾很好掰 这个龙虾身子的壳一掰就掰去了 一整个肉啊 我替大家尝一尝 蘸着它这个原汁原味的黄油啊 这个味道很不错 蒸的嘛 原味涮上这个黄油 虽然说没有咱们国内的生吃龙虾那么好吃 但是啊 很过瘾啊 这一口足足的龙虾肉啊 太过瘾了 两口一株龙虾 吃了以后发现正确的方法是拿一个盆 把海鲜装进来 然后呢把龙虾放进来 所以这才是正确的吃法 那我们今天啊 全家 你看我们仨能吃多少只 我们定个目标 15只 你觉得值不值 这是他们的取餐区啊 带大家看一看 这边呢 先是凉菜 这个都没有什么啊 一些沙拉 一些水果 这边有虾 然后呢 还有生蚝 这个生蚝我目测不是非常的新鲜 但是放在这应该也能吃的 这边一些炸的 有一些洋葱圈啊 有些炸木斗鱼啊 这里还有小龙虾啊 还有一些螃蟹腿 鸡翅之类的 意大利面 还有排骨 虾 这还有香肠 玉米 海虹 有螃蟹 这边还有小龙虾 这个是龙虾啊 大家看一看 很多很多啊 虽然说是自助 但是呢 也要它给你加过来 这是我的龙虾 还有两只钳子 另外呢 要一些这个黄油 熟的黄油 这个蘸着才好吃 这是第二只啊 雪蟹腿 加了点蒜的这个调料 尝尝 这个调料还算有味吧 总体来说 我觉得雪蟹腿 一般啊 还是龙虾 继续来啊 这个地儿就是得吃龙虾呀 吃别的都是亏的 两口一只龙虾 最起码得吃十口啊 才能回来 它这啊 是55块钱一个人 加上税和小费 一个人得65到70了 所以你想一想 必须得把它吃回来 第三只龙虾 它这还有三种汤吧 我最喜欢喝的咖喱浓汤 它这也有的啊 说几实话 自助喝这个汤啊 有点亏 但是呢 还是想喝 味道很足啊 很浓郁 吃自助啊 也必须得吃酸黄瓜 来开胃 时时刻刻的开胃 生蚝 看着吧 颜色不是那么好 但是呢 我刚才吃了一个 还挺新鲜的 所以我再来两个 漂亮 吃了好多好多的西兰花 是不是啊 第四只龙虾 接着吃 温馨小提示啊 这个龙虾啊 它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蛋白 所以多吃点呢 没有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 它也是海鲜 所以你吃了大量龙虾的时候呢 那种高维C含量的水果 果汁啊 像奇果啊 就牛头这种的 要少吃 尽量避免不要吃了就 漂亮妈主打就是吃菜 所以我和儿子必须得把 漂亮妈这份吃回来 要不然真的是亏大方了 这个龙虾还有一个好的 就是它没钱吧 方便多了 我们直接吃肉 第五只啊 对于老美来说 大多数人不愿意花这个钱 来吃这个自助 有点贵 告诉大家啊 我也是吃青菜 不光吃龙虾啊 这是第六只龙虾 正在等着我 我先吃点青菜 行软话 这是我的第六只 儿子准备奔十只去了 你们觉得我们今天亏不亏 赚不赚 今天为什么来吃龙虾啊 因为我儿子啊 今天自己去环境养城去玩去了 结果呢 他偶遇了篮球界的明日之星啊 这个地位有可能和詹姆斯乔丹一样的 现在是全美五星高中中的 第一名有没有人认识的 他们一起合了个影 还签了个名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请他吃龙虾 庆祝一下 两年前我来的时候 我就吃了四只 今天这是我第七只啊 账单来了啊 我们三个人漂亮不收费 低于四岁不收费 加上小费一共是210美元 平均一个人70 你们觉得贵不贵 那我们今天啊 我吃了七只龙虾 儿子吃了八只龙虾 漂亮妈吃了两只龙虾 一共吃了17只龙虾 你们觉得我们有没有把本吃了回来啊 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再见啊